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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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其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开源的一个战略规划 其实大家都知道开源其实是作为一家公司技术实力的投射 那么蚂蚁的一个技术战略如何拆解到开源的一个战略 其实是我们这个组织非常关心的一个命题 第二个呢就是开源的一个治理和筹备 就是我们需要提供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方法 以及说我们需要牵引安全合规法务等等团队 然后提供一些专业的能力支持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筹备和能启动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些开源项目呢 大多数开出去是一种技术实力的溢出 或者是说它已经在内部很好的服务与业务项目 然后它才有这个开出去的一个诉求 它大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形式 那么其实从战略层面来讲 我们从上而下来牵引一些项目 开源的是少之又少 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未来其实是改变这种模式 从自下而上呢作为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它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然后我们会聚焦一些重点的一些战略项目 以及说我们会关注一些从社区洞察的层面 来指引说这个社区的一个发展路径 第四个的话就是一个开源基础设施的建设 来提升我们内部的一个开发者的体验 这个中间呢其实包括了一些代码的安全扫描工具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源的dashboard 以及说我们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是域名的管理啊 那个官网的建站啊等等 这些基础的工具流程设施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回归到最终呢 是我们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品牌的价值的一个 新制的建立 以及说我们这个开源项目的上下游生态的一个发展和建立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蚂蚁开源的治理呢 是从散点化到体系化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提升 那最终呢其实整体的run起来以后呢 它是成为了一个开源孵化器的一个终极的形态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开源孵化器 它的这个inspiration其实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两大类 一个呢就是头部的互联网公司 第二类呢就是一些主流的基金会 那么从头部的互联网公司来说 其实我们也参考了微软 谷歌以及Meta这些大型公司 他们在管理这个开源项目的这个organization 或者是说他们archive这种文档方面的一些流程和制度 然后我们其实也会观察到 比如说像微软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偏中心化的一种管理方式 那它的一些明星项目像VSCode等等 都是放在Microsoft这个主要的org下面 但是像谷歌这种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也蛮生长的状态 然后基本上它的这种明星项目 都会有一个各自的这个org 然后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说 在主流基金会方面 其实也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借鉴意义 尤其像阿帕奇这种 它已经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治理制度 那其实对于蚂蚁开源孵化器的一个设计理念 和它的运作机制来说 都有很强的一个参考意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阿帕奇卫强调的更多的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多样性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可包容的 或者是多人参与的一个共享的社区 是一个好的项目成功的一个关键 那么蚂蚁开源也借鉴了这一点 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刚开的DPGPT这个项目 它在开源之初呢 它就其实已经联合了美团 中科院包括多家互联网公司的开发者 集聚在这里 那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更加开放共享的社区 它的这个社区的diversity是一个做得非常好的 那么它从去年五月份开源到现在为止 它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万多star 那第二个呢 阿帕奇卫其实更强调的是说 我们智力和决策的一个开放和透明 那在这个层面来说 其实我们蚂蚁开源也很好的借鉴了这一点 就是我们在 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上面 包括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治理方面 其实我们都借鉴了这个开放透明的这种决策机制 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参考阿帕奇的这种邮件列表的形式 然后会引入到内部 做到一个可追踪然后可回溯 第三个呢 就是在阿帕奇卫这边 其实它也会有一个成熟度模型 那么这个成熟度模型它主要会从code,license,release,community等等 几个指标上面来看 来评判说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状况 那这个成熟度模型其实也是意味着说这个项目它在 从incubator到它无限地去靠近这个项目的一些评价指标的时候 它其实最终是能够成长为一个top level的一个项目的 那么我们其实从蚂蚁开源来说 我们其实是借鉴了这一点 希望说项目从这个沙盒 然后到incubator到graduation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它能够历经说这个我们所倡导的阿帕奇卫的这种模式 然后最终变成一个graduation的状态以后 是一个能够被外部的社区所认可 且被基金会所接受的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开源孵化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 这个是从一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生命周期的旅程 然后来看它的一个示意图 它大概分为了四部分 比如说我们从最开始这个项目立项阶段 它经过了开源技术委员会的一个审核通过以后 它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沙盒阶段 在沙盒阶段我们会提供一些GitHub上面的一个开发的一些基础流程文档 那这些的话其实会帮助项目组去降低它的学习成本 然后提升它在这个社区的一些开发的一个效率 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会提供一个checklist 如果这个项目组觉得说它对照这个checklist 已经达到了可以进入到incubation的一个阶段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么在下一个阶段里面的话 其实项目组遇到的首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区的能启动 那社区的能启动方面 其实在开源技术增长团队这边 我们会服以运营步道和社区治理等等这些资源 给它做一个支持和能力上的一个辅助 然后包括我们其实也借鉴了阿帕奇 Poldering Mentor的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其实在蚂蚁这边 也设置了一个项目导师的一个角色支持 那它可以在全程给项目做一些辅导 包括去链接它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生态项目 然后从我们开源技术增长团队来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定期给项目会提供一个社区的体检报告 这个体检报告更多的是从技术洞察的角度 然后来看这个项目未来的一个发展 它大概的一个策略建议和方案 那么当项目其实运转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以后 它其实此刻更关心的是一个社区的增长 这个社区的增长主要包括了开发者的增长和用户的增长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像比如说 那个今天上午主论坛波波分享的这个角色 那可能它会就更多地介入去说 如何来和社区一起完成它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目标 那在这个incubation的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大概要历经半年甚至是一年更久的时间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 其实如果说项目组认为它能够达到一个毕业的标准 它是需要去提交一个毕业的proposal 那这个proposal里面呢 其实是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指标 然后这些除了指标之外呢 我们其实也比如说像starfolk这些之外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说它的一个外部的贡献者有哪些 然后它的用户有哪些 那它的这个多样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然后以及是说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社区治理模式是怎样的 对 然后如果这些呢经过了开源委员会的评审 然后认为OK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项目了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鼓励说项目能够进入到基金会 然后进行一个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蚂蚁开源孵化器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思 那么其实呢一个好的孵化器 如果它需要落地的话 其实离不开它的一个保障机制 那么这个保障机制呢 我们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首先是开源的人才保障 然后第二个是开源的百宝箱 它主要是工具层面 第三个呢是开源的组织保障 那么首先是开源的人才保障 那么我们的人才保障的一个目标呢 是说打造一个有技术活力 有创新精神的技术团队 那么其实从蚂蚁开源的人才的一个 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讲呢 其实是实事求是说呢并不乐观 那么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个呢是说参与开源项目的同学 占我们技术同学的比例呢 其实是不高的 第二个是说我们这些同学 其实大多的精力也都被内部业务所牵扯 其实很难有更多的精力去拿出来 去参与开源 那么这个呢是 这个图呢是基于我们当时 在内部做了一个大量的调研以后 然后把我们现在的大概四五五百位 这个完全工作中有和开源相关的这个同学 然后拎出来给他做了一个 这个人才梯队的一个画像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最上面呢就是开源的这个项目的owner 然后中间呢就是项目的核心的开发者 然后最下面呢就是这个我们所有参与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一线同学 然后我们其实呢希望是说 这个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呢 我们其实更关注的就是质量和数量两方面 那么从数量来说 其实我们需要扩大的就是这个开源人才的这个基座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水引入进来呢 才会激活整个团队的一个技术活力 那么从质量上来说呢 其实我们希望说在头部和腰部的这个开源的owner 以及开源的核心开发者 然后他们的质量呢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 能力上呢会有一个提升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整个的人才梯队呢 就会软起来成为一个螺旋式发展的一个渐进的一个状态 那实际上呢 我们希望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开源的人才培养 大家能够从一面白纸 然后最终成长为开源的一面旗帜 然后最后呢 是成为一个蚂蚁开源的一个KOL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实际上是针对我们这三类的人群画像 我们也分别制定了不同的产品和培养的策略 这个呢是看一下 是我们今年其实是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左侧的这个开源 蚂蚁黑客松 是我们今年五月份举办的 它其实是面向的就是我们最下面的这一层 就是所有的开源的技术的 所有的一线的技术同学 那么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说能够释放他们的这个 然后去释放他们的一个创新的活力 然后这个黑客松里面呢 其实会有一个项目就是 它是基于我们去今年新开源的一个多智能体框架 Agent Universe 然后它其实做了一个投教的小游戏 这个当时还获得了二等奖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然后第二个呢是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其实还有两个意外的惊喜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工艺项目 他们是借助了我们开源社区已有的技术 然后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是做了一个提升视障人士的一个生活便利性的 这么一个产品 那这两个产品其实现在也在我们的内部 去做这个生产的落地 然后后续的话 大家应该会在支付宝的这个工具里面能够体验到 这个是开源黑客松 其实在当时在技术同学中间 还是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 然后第二个呢是开源的Club 这个开源Club呢是其实面向的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开源的核心开发者和开源的owner这一层 那么在这一层里面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和走出去 这两个模式相结合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说将这个Club呢 作为一个上下沟通的桥梁 一方面呢他们也能够把我们蚂蚁开源的 一个技术文化能够推广到一线同学中 第二个呢是通过提升开源owner的这些技术视野 然后打开他们的一个 这个技术能力的一个瓶颈 然后进一步的能够指引蚂蚁开源 走到一个更高的目标去 然后这个江宁老师这一期是 其实是去年七月底 就大概是现在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在本周四 其实还也邀请了那个赌俊平老师 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是基于 AI时代下的一个 开源和大数据相关的这么一个话题 然后第三个呢是开源同学会 这个是我们今年一月份和上海交大 一起联合举办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邀请了有高校 比如说王维老师啊 庄标维老师也包括有基金会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开源的一些创业公司 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在这个做开源的过程中的一些困惑 对这是我们大概对应的这三类的一个产品 和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策略 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保障机制呢 就是我们的开源百宝箱 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工具层面 然后最左边的这个呢就是开源驾驶舱 我们实际上就是用的是那个X-Live 他们那个Frank提供的这一套能力 包括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在内部也稍微做了一些 这个项目组的定制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基于数据 然后去做一些运营动作的一些那个回顾和复盘 如果说我们在后台可以设置一个告警功能 比如说当我的Star数一天的增长超过一百倍的时候 然后后台就会给我一个推送 这样我其实可以反过来来看 我前一天的一个运营活动能不能够达到预期 然后第二个是说呢 项目组它其实也会基于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诉求 然后去进行一个大盘的个性化面板的一个定制 然后这样的话它方便它对于一些重点指标进行监控 然后第二类是开源的一个基础设施工具 然后我们其实主要是一些这种CICD的这种 代码安全扫描工具啊等等 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这个开源知识库 这个开源知识库其实是我们已经沉淀了有两三年时间 就是不仅包含了开源的一些通识课程 其实也包含了我们就是蚂蚁的一些开源项目的一些时间案例 但是这个其实在GPT出来以后 这个知识库的这个作用就大为弱化 因为大家其实发现通过GPT也能回答很多问题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百宝箱层面 然后提供的一些能力 那么第三个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个 就是这个组织保障 那么在这个组织保障层面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是由两大制度来包含 一个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2022年成立的这个开源技术委员会 然后第二个就是开源那个项目导师 那么开源技术委员会呢 它其实是作为一个我们所有开源项目的一个 那个后备的一个保障集团 然后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 全方面的一个多方位的一个能力的支持 不仅是说它光做一个项目的评审 其实它对于这个开源项目以后的一个社区的发展 给予的建议也好或者是说它从法务啊 安全啊等等多方面啊 它能够给予项目其实是一个更多的一个帮助 比如说就像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大模型和数据集的开源 然后我们其实就发现说我们之前这个集团所用的CLA的这个模板 其实是不太适用于数据集开源这种情况的 那么我们当时就是联合这个纪委会的这个法务专家 然后包括这个TOC的这些成员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重新制定了一版 基于这个数据集开源的CLA的一个协议 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像上财已经和我们签订了这个协议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数据集开源 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做 对 然后第二个呢是开源的项目导师 项目导师的话 它其实我们这个确实就是刚才所说的是参考了阿帕奇的这个PODLIN的这个模式 然后去给它一个mentor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我们其实是不仅有内部的导师 然后也希望说引入外部的导师 就像现在在座的我们希望说像刘老师或者王老师这样的角色 其实也能够加入到就是蚂蚁开源的这个导师团里面 然后那它其实你们会从更社区化的视角 然后来给项目做一些这个辅导和支持 然后这个是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层面给予项目的一些这个鼓励 然后以上的话整体是刚才讲的是我们在开源孵化器的一个保障的制度 那么就是我就回到了最后一趴 然后是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展望 那么在蚂蚁开源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孵化器的整体的构想 如果说当它达到了一个graduation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合格的能够被那个能够托管到基金会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加强和基金会的一个合作 然后希望说通过阿帕奇的这种那个成熟的一个机制也好 或者说它的现在的这个技术引领也好 然后希望把蚂蚁开源的这些项目带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态上去 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也会积极地参与国内外的一些各种的开源组织啊 一些社区 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治理的成果和实践 然后我们会不断地吸收到这个开源孵化器里面 然后第三个是说就是我们也作为说咱们这个社区的一份子 然后我们也会去积极地推广我们蚂蚁开源的这个孵化器 然后就是为行业进行一个天专加瓦 希望说能够各位老师 各位同行也不断地去帮我们去提建议 然后让我们去优化这个孵化器 使得这个孵化器我们希望说最后能够推广成一个可落地的 然后在所有的企业内至少大家都是可以一个用起来 跑起来的这么一个open core的这么一个形式 这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 在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我们今天超级守时而且都时间比较短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说蚂蚁开源有没有对这些参与开源公司有什么激励措施吗 比如说加薪 升职 像Google一样20%时间必须供应到开源之类的这种激励措施 我们其实就刚才提到人才培养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同学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开源项目里面 我们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和HR团队也好 或者是包括我们公司内部的这些团队我们都希望说 比如说从我们的job code 然后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晋升考核上面 然后能够把参与开源作为一个加分项 然后加进去 那么其实就是会作为一个引导说让同学们更多的来参与到开源项目里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开源同学的这个贡献能够被看见 否则他其实在内部这种公司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相对来说确实是吃亏的 对 我最后几个企业的顾问 其实问题最后都出在领导身上 像那个灵律师基金会的那个亚太区总监讲 就先要建那个开源101学习应用都是这些领导门 领导门打开了 心智打开了下面就好推动 否则下面推OSPO推的再厉害呢 这个还是这些参与开源的同学们还是要先完成领导的那个996的指标嘛 对吧 好 谢谢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可以请刘老师然后到哪里 给我们这个领导层再进一步的打开一下 对对对 只有领导层其他那个 龙袋